大家好,我是老陈。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有趣的故事,刚刚发生在我们的家里。 今年年初,我老婆问我,我家要不要每一头猪,从她的堂地的农场里,我说可以,她的堂地经营一个农场。 所谓的农场并不是大家可能想象的在美国中部那种大型农场。 她堂地的农场是一个家庭农场,她和她老婆两个人经营,忙的时候她的两个儿子就帮帮手。 在她农场里,有猪、牛、鸡、火鸡等等。还有养了蜂蜜。 上个月,她的堂地打电话给她,说她的猪要准备送到屠夫那里去杀了。 为此,我们就买了一个大的冷农场,整个农场都是冷农的,没有冷藏的。 我老婆说,这个农场买回来,可以把整个猪全部放进去。 他估计,这只猪为我们两个人可以提供一年的猪肉。 就在他们屠夫准备准备,屠杀这个猪之前,我们收到了屠夫的一张纸。 这张纸,就是屠夫给我老婆的,fax给她的,就是问她如何切这个猪。 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华人,和美国人吃猪肉的习惯不同,所以他们还专门问我的老婆有什么要求。 因为美国人吃猪肉,他们有他们的切法,一般都不用问。 就是因为我是华人,就是因为我是华人,所以她就send,也就是从电脑里,就是传了这张纸头给我老婆,问她如何切这个猪肉。 这个猪,那么我们就商量了一下,就回信给她。 那个屠夫,那个屠夫还问我老婆的堂弟,我要一些什么,猪里的内脏。 我就对她说,我从小在大陆,猪肉里的内脏多吃。 但是,我妈妈过去还买猪肺,还买那个猪大肠,好像在我的印象里,猪里面的东西基本上都可以吃。 所以,我就跟我的老婆说,我要猪里的全部东西,如果有猪血,我也是喜欢吃的。 后来,她的堂弟告诉我的老婆,他们屠夫按照美国的规定,有些内脏是不能给你的。 比如说,猪肺,猪肺,猪肝,猪肝,猪肝,头,还有猪脚。 他说,通常美国人,这些东西都是不要的。 因为你是华人,他可以给你猪头,猪脚,猪腥,猪肝,猪肝,还有猪头。 那我说 那也可以啊 就这样 他的堂弟 把 摘好的整个猪 送到了我家 然后 我老婆 打开了 这猪以后 大吃一惊 他发掘 有四个猪头 十六个猪脚 有四个猪心 四个猪肝 还有 他就打电话 去问 他的堂弟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猪头 和猪脚 我堂弟就告诉他 因为 也有 另外三个 亲切 在他的农场里 像我们一样 订了 猪苗 他们听说 我是华人 喜欢吃猪头 猪肝 猪心 都非常的 惊奇 他们说 这个东西 他们都不吃 就不如干脆 给我吧 所以 我的老婆的堂弟 就把这些东西 一起 送到了我们的家里 所以我现在 在这个大冰箱里 就要 吃四个猪头 也就是八个猪耳 还有 十六个猪脚 四个猪心 四个猪肝 我和我老婆说 这么多东西 就我一个人吃吗 那他说 当然啦 你就一个人 独自享受吧 哈哈哈哈 其实 我在大陆 也是 比较喜欢吃 这些东西的 所以 我们华人 虽然生活在美国 这么多年 但是我们的胃 是很难改变的 我在美国 生活了二十几年 但是 我的 生活习惯 也就是 我的胃 还是中国胃 没法改变 好了 下面就 请大家看看 我的 录像 有关 这个猪的 一些 小片段 还有 希望大家 注意 我的第一个 录像 也就是 早天 我录的一个 录像 有一个 小毛病 就是 我在 介绍 我家 后院的 小动物的时候 我把 土鸡的 三张照片 搞了 颠倒了 等我 今天 上午 我老婆 在看我 这 早天 发表的 录像的时候 她发觉 怎么你把 火鸡的 三张照片 全部 搞了 颠倒过来了 由于我 早天晚上 搞得很晚 又是我第一次做 视频 缺乏经验 在十二点钟的时候 已经 昏昏月睡 所以也没有 发觉 以后要 多加小心 仔细的 要审查一遍 好了 今天 我就讲到这里 请大家 观看 我 婆社的 几个 小 片段 谢谢 这是我老婆 包装好的 桌头 都是我一个人 吃的 这是我老婆 包装好的 猪耳 这是我老婆 包装好的 猪头 猪头 和猪鼻子 这是猪耳 猪脚 一九 一九 嗯 嗯 嗯 也 豬腳 豬腳 豬耳朵 這是新買的一個冷凍冰箱 整整一冰箱都是豬肉 這是豬腿 這個是四個豬心 這是兩個豬肝 這是兩個豬肝 還有兩個豬肝在裡面 肚皮的肉 北壘 這個是豬油 這是四個豬心 這個豬耳朵 一個豬耳朵我已經切好了 還有部分的豬的臉 這個如果在夏天吃這個和啤酒 喝啤酒是非常的 這個豬耳朵 我現在 我現在把這個招爐 這個是上海寶丁 釀造有限公司的招爐 把它 滷一下 把它滷一下 就非常好吃 滷一下 吃了 滷個兩 滷個三四個小時 就可以吃了 滷個三四個小時 然後就把它放到冰箱裡去 谢谢观看